老闆 你好了吗 车已经停在小区门口了 老闆 这么着急去上班啊 不然呢 早餐 只是给你一个人做的啊 不要给别人吃了 知道了 你上班之前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忘做了 少了什么 嘴唇有点干 你最近怎么这么粘人啊 有吗 那 可能是怕现在不粘 以后就没机会粘了 别胡说 车已经到了 对 我先走了 去吧 早点回来啊 去 晓妮 爸 你怎么不接啊 我给你的爱心 对 说起来 我也给你比一个 这样一个有点平凡的我 自立行间走过 会为甜蜜线索 走了 拜拜 拜拜 你猜谁喜欢谁比较多 我没来写一本小说 记忆万一有差错 要怎么寻回遗落 啊